新竹县泰雅之声合唱团的歌声犹如天籁 7月5号到16号前往德国参加欧洲合唱比赛 继世界大奖赛 拿下室内合唱金牌 民谣合唱金牌奖和世界大赛奖银牌 21号上午31位成员在新竹县政府大厅 再次展现世界级的歌声 副县长颁赠新竹之光的奖状 给合唱团 台湾的原住民的歌声 还有我们的整个舞蹈 再加上我们的服装 是受到他们的一个喜爱 那再来就是我们站在舞台上 那个自信心 每一个团员所发挥出来的自信心 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肢体 跟这个笑容 我觉得都受到了这次裁判的肯定 学院当中有夫妻党 泰雅族的高文良 发现太太的歌声舞蹈都不输给原住民 因此2008年泰雅学堂教育协会成立的时候 就利邀太太一起加入 偏日在家练习耳濡目染之下 孩子后来也加入泰雅学堂的青少年合唱团 三人在家经常分部练唱 我们在家里就是他老婆唱第一部 我唱第四部 我的儿子唱第三部 我们三部就会做一个合唱 那这样的效果也还不错 也可以增加我们在家庭里面的一个情谊交流 那种骄傲的感觉就突然就这样升起 就是看着自己的先生 然后看着自己的朋友们 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然后就唱出这么美妙的歌声 而且就是把我们台湾的民谣 包括我们泰雅族的歌曲 就这么这样子的传扬出去 然后看着底下的那些欧洲的观众们 都这样如痴如醉 泰雅之声合唱团出国参加比赛 都是自己莫款 虽然政府跟民间企业有帮忙 每人获得两万元的赞助 不过每位成员还要自行负担七万元的旅费 下个月六号到十二号 泰雅青少年合唱团也将受邀 参加内蒙古举办的 2015国际少数民族声乐节的展演 团员们希望可以让国际认识泰雅族的 传统歌谣跟文化